《寂寞登》 師父從哪裡學習 不要找別人的故事 不要看別人的故事 不要述別人的故事 從這個地方下手 我们想想这句话 他的意思太深了 我现在人的最大的毛病 就是说人家过世 张家常理家短 不碰头就罢了 一碰头总是说别人过世 都没有说自己过世 所以佛把这个列在第一条 治你这个重病 你这条病治不好的时候 其他的病没救了 所以你们今天就明白了 我们今天就修佛 从哪里修齐 不要说人家过世 从哪里修齐 第一次佛黎老师经历 他教了两句话 不毁一半人 不毁一半人 当然 这是修自己的代行 不说别人过世 不毁一半人 那我就想不通了 多虚不晓得这个道理 那么以后呢 是给我解释 赞叹过笨的那个故事 比毁一半人的故事还要大 赞叹过了笨 这个人到政治为止 不毁一半人的故事还要有进步 他认为他自己就很好了 就够了 不肯再进步 所以就教我学什么 学不毁一半不赞叹 学这么个方法 到后来 我生灵这个里面的道理 实在是有道理 所以这个称赞 是要称赞的 恰如去分 如果你毁谤他 有的人听着说 他不服气 你说我不行 我拼命努力 将来还能出人头地 那个人小小有一点成就 你一叹叹他 他非亡行 我不得了了 这么多人叹叹了 他自己以为了不起了 从此以后 不但没有进步 一天一天往下会推转 共购国骂 什么都生起来了 这是害人哪 就不能随便赞叹一下他 说话之心 最后先过滤一下 想一想这句话 当不当说 应不应该说 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影响是善 还是我 许识多多经论 讲到十万一 都是按照 身口意的排列顺序 唯独 佛在无量手间 把口意摆在地上 这是什么意思 今夜三复 第一个 口意清净 然后 才讲身意 意思很深 见别人的过时 一定要包容 要掩盖 所谓是 引我扬善 古人的教训 是真理 我们这样对人 一直 令气可改 让他慢慢去 慢慢地回头 给他改过的机会 一旦呢 叫他 知道有所顾忌 他坐窝 别人不是不知道 别人知道 而不说他 而包容他 容易使他身 惭愧心 不敢放纵 这是我们 厨师对人 良好的态度 包容人的人 都会计较别人的故事 他能包涵 有人乃大了 他的厚福 大了 他有大德 大福 心量小 这人可怜 这个人 没有人帮助他 没有人 同情他 他在这个世界 那真叫 孤家寡人 所以我们学佛 要学佛的心量 心包太虚 两周杀戒 中国古人 少少都说明里的人 都知道 隐悟扬善 又说 君子倔交 不议人故 两个人很不许断交 从此以后不往来了 对方的故事 是倔口不谈 这是世间善人 何况是修行有道之人 更不可能有这些事情 古人家 口为祸福之门 祖无私大德 实时提示我们 若真修道人 不仅世间过 别人有过世 倔口不提 为什么呢 我们如果想别人的过世 说别人的过世 就是自己的过世 我们纯善 纯净的心 被破坏了 你看到的 听到的 你受人家影响了 不能说 成就自己 真实的代谢 真实的心 真实的心是什么呢 纯净的心 纯善的行为 佛教经典里面 这个话 不知道讲了多少 我们实在讲 促心大意 没有能体会的了 听过 看过 没有记在心上 没有把它变成自己的生活行为 所以我们得知不休 齐心动念 依旧是偏心 不是忠贞 这是我们自己的故事 念佛人的证语 就是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念念 都念阿弥陀佛 那么四种口译 决定不会走 你跟别人往来 说话之前 先念一句 阿弥陀佛 话识讲完之后 也念一句 阿弥陀佛 这是念佛人的证语 这句阿弥陀 功德不过悉